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 今天蔡同學的論文門有重大的進展 我彭文正向蔡英文提出了民行事的告訴 好 我再講一遍 我彭文正向蔡英文提出了民事跟行事的告訴 各位如果沒有聽清楚 我再講一遍 我彭文正向蔡英文提出了民事跟行事的告訴 好 告什麼呢 好 我先告一碟小菜 我先告誣告罪 誣告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好 那各位可能會說 他躲在這個行事保護傘下 他的豁免權 沒關係啊 看他能躲多久嘛 明年520他總要探出頭來吧 如果讓他僥倖 不過這個僥倖的機會我看起來是不大了 我坦白講 而且他在任何一個時刻他都有可能 因為他的論文門 這個一定是從國外開始的 這個骨牌效應下去之後 他會面臨當選無效 當他喪失總統資格的時候 他就喪失了行事豁免權 所以那一天他必須要出庭 成為我在刑事告訴這個誣告罪的被告 那麼另外呢 不管他是不是總統 總統可沒有民事的豁免權喔 所以按照法院的慣例 在我提出告訴 也就是說從今天開始算 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間 必須開庭 那個時候我們來看看嘛 看看台灣的法院是民進黨開的 還是總統府開的 我們來看看王子犯法跟庶民是不是同罪 正常情況下 當你被提起告訴的時候 你在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內 你必須首次去開民事庭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囉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間 蔡同學會不會去台北地方法院的民事庭出庭 我們來看看法院會不會傳被告蔡同學 好今天呢 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 事實上 台北地方法院我的刑事的誣告罪的這個告訴呢 已經遞狀了 這個遞狀的日期呢 就在幾天前 而民事的告訴狀呢 已經寫完 就在今天明天之內就會遞狀 簡單的講就是民刑事兩件齊發 已經提出告訴 好 那麼這個只是一碟小菜 誣告罪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只是蔡同學涉案裡面的最輕微的吧 恐怕是這樣子 沒關係 我們先從輕微的開始試起 看看我們的法院 到底怎麼樣來審理這一件 跨了三十六年最荒唐的 國際矚目的這個案件 好 我們要來講 蔡同學本身呢 基本上她設的案子不只是誣告 我們先從 行政的部分 再談到刑事民事的部分 至少我認為公務人員授予法 她觸犯了 她可能觸犯的還包括學位授予法 在刑事的部分呢 還牽涉到的包括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來 貪毒 貪毒 為什麼貪毒呢 因為她竊取或侵占公有財物 因為她沒有那個資格 但是她卻去取得公有的財物 這就是侵占或竊取 貪毒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是無期徒刑 再來 詐欺 這個部分可能是加重詐欺罪 因為她可能有公務人員的身份 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另外呢 違反選罷法 那也就不用說了 還有呢 誣告 就是我現在已經提出告訴的部分 包括民刑事的部分 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來 圖利罪 圖利罪呢 它是貪污治罪條例 應該是五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 而這個過程呢 還包括了教育部 政大的校長 還有相關的公務人員 可能還包括國圖 通通都可能涉案在這個圖裡的部分 好 今天呢 我要來談的是 其實這個很嚴肅的心情 我告蔡同學我並沒有任何的喜悅 而事實上 這只是一個反守的正當的防衛 好所以呢 我這個靈感喔 我其實是來自於 蔡同學的論文 蔡同學的論文不是題目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所以我今天呢 我這個告訴我的行為 是 Unfair Legal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好這是一個不公平的司法行為 以及它的防衛機制 就是說 今天蔡同學是用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司法行為 強加在我跟林環牆跟賀德芬的身上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提出防衛機制 好這個題目不就蔡同學在 36年前沒過的那個 論文Proposal給我帶來的靈感嗎 好 他不是提出的題目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就是不公平的貿易機制 然後呢 And Safeguard Actions 以及正當防衛機制之類的 所以呢 我就把今天呢 我的告訴 我的大哉問 我的大意凜然 我的主旨就是 Unfair Legal Practice Unfair Legal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s 好就是 不公平的司法行為 跟正當的防衛機制 好啦 這怎麼說呢 因為 來我們來看看年表 大家可能有點忘記了 賀德芬林環牆跟我 都是蔡同學的刑事被告 告什麼呢 告妨害名譽 好 來我們哪裡妨害名譽 好 你自己的所有證物在你身上 你的論文不在 你說 有學位就有論文 那你沒有論文 你顯然沒有1983 1984的論文 那你哪來了1983 1984的學位 這麼清楚的邏輯 你自己沒有辦法把證物拿出來 卻又封鎖了證物 還去告別人 這真是史上最荒唐的笑話 你真是這個刑事訴訟法於無誤 你簡直就是拿法庭開玩笑 自己告了別人 證物在自己身上 當別人要來要求證物的時候 你把它封鎖 你讓你的被告處在一個 完全不對等的訴訟情況下 去被你告 那你這不是誤告 什麼叫做誤告呢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整個過程從8月29號開始 你惱羞成怒 所以這個總統府記者會呢 當天傍晚 就說要提告賀德芬跟林環牆 好 那麼9月4號 總統府的律師就去按鈴申告 告了林環牆跟賀德芬 從9月4號開始 9月5號 北檢就說已經分了他自案 好 結果我從9月5號開始 我就每天嗆你 我說我們也在每天的舉證 說你的論文學位是假的 你為什麼不告呢 你為什麼不告呢 我講了7天之後 你9月12號 你追加告訴了彭文正 所以9月12號呢 2019年9月12號 是台灣知識分子最光榮的一刻 有三個讀書人 林環牆 賀德芬 彭文正 同時成為了中華台北總統的 刑事防害名譽的被告 這件事情空前想必也會絕後 好 好 那麼在10月14號 結果有一則新聞說 把我的案子 併在了 告賀德芬跟林環牆的案子 也就是追加併案 好 那怎麼知道 我們的案子是確定成立了呢 好 我手上有一張 應該是總統府出示的刑事 告訴狀 好 告訴人 蔡英文 集社 新北市永和區 那麼 居住所 台北市中正區 還把這個圖掉了 因為是個資吧 告訴代理人 連元龍律師 張仁智律師 好 到頭來喔 我們還會追究一下 你這兩位律師 到底有沒有違反律師法 你們這樣子的告訴行為 到底有沒有違反律師的倫理跟準則 好 被告賀德芬 被告林環牆 他寫了一個英文名字 1C 為被告等涉嫌妨害名譽罪嫌依法告訴事 所以他是刑事告訴狀 結果呢 告訴之後 檢察官就分案了 分案呢 這個案號很有趣 這案號是108年度 他字案 他字案的就是說 檢察官碰到人家來告訴 那突然檢察官覺得這個案子 看起來怪怪的 告訴的他字案通常是 告訴的事由不清楚 那罪狀或罪行不太明朗 或者是被告呢 不確定對象 所以就用他字號 那這件事情我坦白講 三個都不成立啦 你告這些舉證確鑿的這些學者們 他們有公共評論的義務 你告他在幹嘛 第二個 你舉證了市政 你自己把他封鎖起來了 而且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的情況 你告人家什麼 要是我這檢察官 我當時把你甩掉 但是這個檢察官可能也是礙於某種壓力吧 或者是某種的考量 所以他就把它放在他字案 這個案號太好笑了 各位網友們聽得懂就聽懂 聽不懂就當作聽不懂就不要問了 這個案號這不是我寫的案號 這剛好分案分道喔 就是蔡英文告賀德芬林環牆的案號是 108年度他字案第9478號 第9478號 再想一遍 案號是108年度他字案第9478號 聽不懂不用問 聽得懂要笑你就去笑 下巴笑掉了我不負責 好他的股別是號股 好這個案子 就是什麼時候呢 很清楚啦 就是9月4號 律師去案林申告 蔡英文告賀德芬 告林環牆 108年度他字案 他字第9478號成案 成為一個他字案 就是妨礙名譽 蔡英文告了林環牆跟賀德芬 好那麼林環牆呢 因為他在北美 所以他要回來擔任這個要告訴 他其實會很麻煩 會來來回回 那麼賀德芬老師呢 他曾經在被提告之後他說嘛 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說他作為一個老師 作為一個台大法律系的名譽教授 他沒有把他的學生蔡英文教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他讓蔡英文告他妨害名譽 他說他沒什麼意見 但是他可能在有關於行政訴訟的這個部分 他會對於這個相關的公務人員跟相關的人提出告訴 因為行政訴訟這個部分 他牽涉到是五國政府包括教育部 包括國土包括政大災念 這是一個公務人員的操守倫理跟官徵跟整個公務體系的端正 如果這個部分大家都便宜行事 或者是這個站在全市大的人一方 或者是吃案 那可怕囉 那台灣的這個行政體系 將來將會無法無天 所以這跟私院沒有關係 這跟端正台灣的行政體系有關 好 再講一遍 我已經向蔡英文提出了 誣告的民刑事告訴 刑事狀已出 民事狀即將要出 好 至於內容是妨害名譽的誣告 所以誣告什麼呢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置物櫃有什麼用呢 現在網購非常發達 買了東西送貨員送到你家 你卻不在家怎麼辦呢 有了置物櫃就沒問題啦 按下螢幕的送貨按鈕 會跳出社區的地址與樓層 選擇其相對應者 並選擇貨品尺寸 第一時間會聯繫住戶手機 這時住戶在外面無法收貨 住戶在遠端看到送貨員抵達並確認身份後 便能透過系統直接與送貨員對話 確定開櫃 並透過監視器看到貨物放入櫃內 來 給你一張收據 謝謝 在你的手機裡 APP系統會產生一個取物QR Code 要收件就按下開櫃按鈕 掃描QR Code就可以取貨了 有了置物櫃 安全又方便 頂時雲端置物櫃 我們也結合了油柴掛號線 及訪客來訪的門禁遠端系統 歡迎來電頂時雲端詢問 作詞曲 李宗盛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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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chtige 請問 看你會不會有所醒悟 看你會不會撤告 看你會不會站出來 替勢綜橫的向國人致歉 道歉你年輕荒唐歲月所幹的那個瞞天大謊 為曾經投票給你的人 還有曾經現在還在你的總統的治理下的 這一些台灣2360萬的人民 致最深的愜意 結果你沒有 你還告人 告人妨害名譽 經過三個月之後 你還不知悔君 好 我覺得實在是太可惡了 所以呢 我要講的是 在今年的9月5號 你提出了告訴 所以北檢分他自案 好 來 我們這個是在8月29號的記者會當中呢 提出來說你要告的 來 我們聽聽看 當時的記者會 你是怎麼樣一邊污蔑林環牆 一邊污蔑賀德芬 一邊要提告 左邊就有這個 當時申請學會證書跟相關的說明的資料 這是2015年 這是2015年 在他的記者會當中 也有提出 那就由司法來解決 我們也只好 向相關人士 採取法律行動 在貝妥相關文件之後提起 告訴 我們也請這些朋友 後續在司法的程序當中 能夠向司法單位說明 那我們用這樣司法的行動 來捍衛蔡總統合法的權益 那我的母校 倫敦政經學員曾經 發表聲明確認過 我在1984年後的博士學位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事情 同時 倫敦政經學員也把我列在 他們傑出校友的名單裡面 而且在網站上也是這樣子列出來的 那第二個 我任教跟任公職 尤其是參與選舉這麼多次 每一次在參與的時候 或者是在任教的時候 都會檢驗我的檢查我的學經歷 那這個已經是周多好次的檢驗 那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賀教授 還是要這樣子來質疑 那他也說過要司法檢驗 那我們就提告 有司法來檢驗這件事情 好 就在8月29號 你嗆聲說要提告 然後你9月4號就去案鈴申告 9月5號 北檢就分他字案 然後我就在節目當中繼續說 我說我每天都在講 我說你有種你來告我 七天後為了證明你有種 所以你也告了彭文正 所以9月12號 2019年9月12號 光榮的一天 三個讀書人知識分子 為了良知 成了中華台北現任總統的被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殊榮 我說這個東西可以刻在墓碑上 這三個讀書人為了堅持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他們成為了當代的總統的被告 妨害名譽的被告 好 從9月12號到現在 三個月 蔡總統 你告人告了三個月 你沒有一點點的悔悟嗎 你沒有任何的 一點點的良心不安嗎 那對不起 我忍你三個月了 於是 我要提出 誣告 告你蔡同學誣告 好 為什麼是誣告呢 來 我們把這個所有的內容 今天我的告訴民事的起訴狀 我逐字的唸給大家聽 形式的部分跟民事的部分有若干相似之處 但是我想我就先唸民事的起訴狀 其他的 雖然這個形式起訴狀是可以調閱的 它是公開的 但是我想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就來先提點民事起訴狀的部分 原告 彭文正 祝同訴訟代理人 那我就是說 我把訴訟代理人就是我的律師 部長的律師 我要特別感謝 感謝李振華律師 願意擔任這個案子的訴訟代理人 坦白講 碰到這個案子很多人 都不敢接 我必須怎麼說 很多人呢 你給他再多的錢他也不敢接 好 那李振華律師是 是帶著友情的這樣子的成分 來接下這個案子 所以我說李振華律師呢 很勇敢 他至少 接下來他可能冒著被國家機器清算的風險 他就讓我想到當年美麗島的辯護律師 陳水扁 謝長廷 蘇貞昌 李振華律師 現在 有很多人呢 都進入體制了 而進入體制之後呢 開始說的話 跟當年 鎮壓美麗島的人說的話是差不多的 所以歷史非常弔詭 我很慶幸 我感謝上帝 一路保守我 讓我沒有因為有了權勢 而交換了靈魂 出賣了自己 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跟權勢保持距離的原因 因為我不敢講我自己是不是 我沒有把握 我是不是自己可以清高到有一天 當我掌握了極大的權勢的時候 我仍然能夠像現在這樣子的單純 堅持理想 我不敢講 因為我看了聖經的啟示錄 最後的晚餐 耶穌的十二個門徒 跟耶穌親嘴的親嘴 擁抱的擁抱 夫子我絕對不會背叛你 夫子我們追隨你 結果當耶穌被走上審判的道路的時候 不認識他的彼得三次不認主 出賣他的猶大 還有在那邊問沒有一個人在嘲笑他的 就是他那些圍在他身邊的十二個門徒 所以我對人性 包括對我自己在內 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把握 從聖經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我 基於我對自己沒有那麼大的把握 所以我就盡量讓自己遠離全世 保有我的赤子之心 所以一路以來 當官的機會 部分區立委的排名前幾名 還有許許多多的利誘威脅 我都盡量的 盡量的抗拒 做到威武不能驅 貧賤不能移 富貴不能贏 我只能說我盡量 我沒那麼偉大 所以我要遠離全世 我要遠離誘惑 因為我擔心我也會成為那些我瞧不起的人 那些瞧不起的人 就包括了 蔡英文 陳菊之流 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 今天這個民事的起訴狀 我們就往下唸了 被告蔡英文 沒錯 就是躲在總統府刑事豁免權的那個蔡同學 但是抱歉 你的民事的部分 你沒有豁免權 我要看看我們的法院 是不是總統府開的 好 再來 為確認被告博士論文不存在事件 依法起訴示訴之聲明 第一個 確認被告1984年的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不存在 第二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好 那麼事實跟理由呢 如下 第一個 程序部分 按確認之訴 非原告 有極受確認判決之法律效力者不得提起 民事論法第247條第一項有明文規定 出現了明文 有所謂的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的效益 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到後面 好 其實這句話講了很多很拗口 其實台灣的這個法律文字 還真的就是一直不願意平民化 其實寫了半天我左看看右看看 看了好幾遍 才慢慢可以理解他到底在想什麼 好 他的意思齁 就是說 我要提誣告的話 那前提就是說 我要是被告 這樣子我才能夠提誣告了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情況了 那麼 細節我就先不提了 意思就是我到底有沒有資格 我到底是不是 告訴人是不是格 好 再來 在事實的部分我想 各位同學會比較有興趣 第二個 經查 原告主張本件被告在1984年 並未有合格通過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以下稱LSE 博士論文下稱細徵論文 細徵論文並不存在 而為合格的提交博士論文 極無法取得博士學位 乃眾所周知之事實 好 原告就是我 被告就是蔡英文 我主張的是 如果沒有辦法提出合格的博士論文 也就沒有辦法證明 沒有辦法取得這個被告就沒有辦法取得他的博士學位 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沒有錯吧 你沒有博士論文 你何來的博士學位 好 我們就拿被告蔡英文的話 自己來證明她自己的犯罪 好 蔡英文就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 來 我們來看看論文跟這個證書之間的 博士證書之間的關係 我們來看看 蔡同學自己說過的這段話 學位是真的 假不了 有學位就是一定有論文 所以這個也假不了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選戰打的是我們的政策 打的是我們的價值 那不是是無中生有 或者是 或者叫做抹黑吧 這樣也不好 蔡同學說 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不上法律課 我們也不上新聞課跟什麼公平正義課 我們來上一個大一的理則學 就是邏輯 若A則B 非A則非B 非這個這個 好 基本邏輯 我們來上個邏輯課 好 蔡同學說什麼 如果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 她剛剛是這樣講嗎 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 沒錯吧 所以呢 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 論文是學位的什麼條件 舉手 舉手 論文是學位的必要條件 這樣對吧 而且論文是學位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對吧 它是論文是學位的必要條件 但論文不是學位的充分條件 這樣對吧 已經昏頭的人可以去喝杯水洗把臉 充分條件的意思就是說 你光有論文 你不一定拿得到學位 我光寫了一本論文 但口試沒夠啊 或者是口試過了以後 需要改的地方沒改啊 或者是最後沒有改過了 最後指導教授不願意簽名啊 口尾覺得你改得不好啊 越改越爛啊 不簽名啊 然後你沒有完成啊 或者是你離校手續沒有辦啊 你還欠學校什麼東西啊 就有可能你會拿不到學位喔 真的 在Wisconsin市 你沒有把你的論文喔 經過合理的 就是完全合法的 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頁碼要離右邊幾公分 離左邊幾公分 我們的圖書館裡面 那位老太太是拿著尺去量的 她沒有簽字喔 你不要畢業啦 你就被她折磨的回去一直弄一直弄 弄到過為止 為什麼 那本要收藏啊 人家Wisconsin是這麼的嚴謹 我不相信你LSE是野籍大學 我真的不相信啊 連那個 就是頁碼 距離那個紙的邊緣幾公分 不得小於1.5個inch 我已經忘了 然後不得小於1.7個inch 它就是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 你一定要在那個範圍內 所以這是這麼嚴謹啦 Wisconsin 我不敢講 它是什麼世界十大 至少世界前20名30名的名校 排名應該不會輸LSE啦 那LSE這樣的學校 難道會容忍什麼漏頁啦 立可白啦 措置444個 頁碼不連續 你相信嗎 好啦 我們回到剛剛邏輯的問題 蔡同學說 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 意思是說 這個大家都知道 論文是學位的必要條件 而非充分條件 意思就是說 光有論文不一定能夠有學位 但是沒有論文一定不會有學位 這樣聽懂了嗎 意思就是說 既然是必要條件 既然論文是學位的必要條件 必要就是非要不可 那意思就是說 沒有論文 就一定不可能有學位 這樣懂了吧 所以 蔡同學自己在公開場合中接觸的這個邏輯 有論文 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的這個邏輯 就直接推翻掉了他這整個被告的案子 他就已經敗訴了 為什麼 因為他拿不出19831984的論文 就證明了他19831984沒有拿到學位嘛 就這麼簡單 他自己嘴巴講的啊 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 那意思就是說 論文是學位的必要條件 既然是必要條件就是非要不可 沒有就不行 所以答案就是 如果你沒有論文 你就沒有學位 好 就這麼簡單 那那個英文拉英文說 你看那個lisersbook 什麼大英圖書館也收錄了 拍誰喔 2019年personal copy喔 那 就算 就算那是論文好不好 2019年的論文 可以讓你拿到1984年的學位嗎 各位再想一想 你2019年產出一本論文 可以讓你拿到1984的學位嗎 所以證明什麼 你1984沒有學位嗎 我們今天細徵的事實是 你19831984沒有學位 我沒有說你2019沒有學位喔 如果蔡同學這個好學不倦 這些年來默默的把論文寫完 2019年跟這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完成了一個deal 然後透過視訊去口試 所以2019年取得博士學位 那我也沒意見 雖然很荒唐 但是邏輯上通 可是 邏輯不通的是 你不可能拿2019年的一本 就算你是論文 不可能拿2019年產出的論文 去取得1983年或1984年的學位 這樣講沒錯吧 所以 這整個案子喔 不管是 誣告所造成的 妨害名譽的損害賠償的民事官司 或者是確認 他的論文不存在的 這個民事官司 他直接可以宣告敗訴 他這個誣告 跟論文不存在 直接宣告敗訴 至於刑事部分 因為躲在 刑事的這個豁免保護傘下 他最少 可以再躲 六個月 最多 他可以再躲 四年六個月 各位同學 我們讓他不要再躲 超過六個月好不好 我們想辦法用你手中的一票 讓他六個月之後 可以站出來跟綜藝咖 在刑事庭上公平的地位 雙方正面對決好不好 好的就寫加一好嗎 在我們進廣告的休息時間 各位伸展一下 如果你希望蔡同學 在明年520以後 能夠用一屆平民的身份 放下刑事豁免權的保護 像個男子漢 像個女人 站出來 直求對決 不要受保護 若是這樣子 就寫個加一好不好 做一個守法的公民 像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 就是你要告人 你就承擔責任 不要躲在刑事豁免權後面 不要把所有的證物封存 大家來個直求對決 可以嗎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置物櫃有什麼用呢 現在網購非常發達 買了東西送貨員送到你家 你卻不在家怎麼辦呢 有了置物櫃就沒問題啦 按下螢幕的送貨按鈕 會跳出社區的地址與樓層 選擇其相對應者 並選擇貨品尺寸 第一時間會聯繫住戶手機 這時住戶在外面無法收貨 住戶在遠端看到送貨員抵達 並確認身份後 便能透過系統直接與送貨員對話 確定開櫃 並透過監視器看到貨物放入櫃內 來給你一張收據 謝謝 在你的手機裡 APP系統會產生一個取物QR Code 要收件就按下開櫃按鈕 掃描QR Code就可以取貨了 有了置物櫃安全又方便 頂時雲端置物櫃 我們也結合了油柴掛號線 及訪客來訪的門禁遠端系統 歡迎來電頂時雲端詢問 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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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信力才得以生存的公眾人物 所以你逼得我沒有辦法 好 那我們的有所本就是 我們被告啦 案號在這裡啊 檢察官給我們啦 案號108年度他字號第9478號 好 這不知道是天意還是什麼 說你告我們 妨害名譽的這個號碼是9478 9478號 這不是我造的 好 這也不是頭到鏡欸 就剛好分案就分到我們就是那個案號 好 就是一個個排下來 這個案號就是9478 好 那麼 呃 因為我們被告了嘛 這是我們的正當防禦嘛 因為從你的論文得到靈感啊 叫做Unfair Legal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法律行為 那我們就要有一個正當的防衛機制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就告了刑事的部分 那當然你躲在你的保護傘下 你的誣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早晚要面對 好 另外呢 你的民事部分 因為誣告造成的妨害名譽造成的損害賠償 以及我們要去確認你博士論文不存在 的這幾個事實 我們也提出了民事的告訴 好 這個民事告訴狀呢 我再把重點再往下 好 另外呢 你剛才講的很有道理啊 沒有論文就沒有學位 因為你說有學位就有論文 所以論文是學位的必要條件 那既然是必要條件呢 沒有了就不行 所以沒有論文就沒有學位 好 再來呢 原告 因此批評被告 原告就是我 這個民事部分的原告是我 原告就是我 彭文正因此批評 蔡同學事後所提出的博士論文 及其學位非真 有失作為民主法治國家之國家領導人 應保持的誠信品格之要求 及公民對總統之高度信賴 好 這個地方我要再講一次了 蔡同學我要拿你的話 來教育你自己 當年馬英九嘴巴上說要告民進黨 這最後在他卸任之後 他才提告 他在他任內嘴巴上說他要告民進黨 結果那個時候 你身為當主席 你是怎麼也於馬英九的 我們來聽聽你當時說的話 跟你現在的行為 那做一個總統如果他覺得有些事情他要講清楚 其實他可以講清楚 那他不需要說要以一個訴訟來證明什麼事情 以一個訴訟來證明什麼事情 做一個總統最重要的就是說 當人民對他所做的事情有質疑的時候 他必須要負責任的把他講清楚 而不是用訴訟的行動 來做為說明的一種方法 我覺得做總統應該不是這樣證明自己 想要證明的事情吧 所以重點是在於他有沒有誠意要說明真實的情況 重點是在於他有沒有誠意要說明真實的情況 重點是在於他有沒有誠意要說明真實的情況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民事起訴狀上面還繼續寫說 被告則除否認原告主張外 我先來的被告原告我就用名字好了 蔡同學除了否認彭文正的主張之外 竟一再圓謊網稱細徵論文存在 公然指責彭文正林環牆跟賀德芬抹黑造謠散佈假消息 請問 現在要請問不管是法院國民黨開民進黨開的 或者是法院是公平的 當有一個人 先不要講他是什麼教授 就是一個平民被別人指責抹黑 被別人指責造謠 被別人指責散佈假新聞 他的名譽有沒有受損 今天有人說我抹黑造謠散佈假新聞 有沒有妨害我的名譽 如果有的話 我就告你妨害名譽 這樣可以嗎 好 再來 私病對原告提起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 也就是說 當時 家告我的案號是台北地檢 108年他自第10180號 就是蔡同學的律師 在後面9月12號追加告訴我的 是第10180號 但是後來這兩個案子併案了 聽說10月14號 我們看到報紙上說 台北地檢署把這兩個案子 就告林環牆賀德芬的 跟告我的把它併案了 所以併案的結果呢 就併回了剛才講的那個 第9478號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起訴狀況上怎麼說 是以原告 就是彭文正 主張戲真論文不存在 為被告蔡英文所否認並提告 彭文正的主張在法律上地位 有不安狀態存在 而此種不安的狀態 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意思就是說 這個案子在雙方的爭論當中 是個不確定狀態 就是雙方的看法 一個說論文有 一個論文說沒有 是一個不安定的狀態 所以如果能夠確認判決 就可以把這個不安的狀況除去 所以來確認 這個論文不存在的民事訴訟 有助於後面的刑事的誣告 還有包括民事的誣告造成的 妨害名譽的種種的損害賠償 跟刑事方面的刑事責任 當然它會牽涉到我們剛剛講的 貪毒詐欺違反選霸法 圖利公務人員服務法 學位授予法偽造文書等等 所以這個民事的判決 至為重要 好我們再來看看 所以呢這個判決書上寫說 這個起訴書上寫說 起訴書上說 依上癮法律判例要指 原告提起本件 攸關於原告是否妨礙被告名譽之 人格權的法律關係之 基礎事實存在於否之 確認之訴 自由法律上之 確認利益 何先序名 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整篇的起訴狀中 很重要的一個阻止是 要確認被告蔡英文博士論文不存在 這件事情將會是 其他所有事情的根源 才會產生到 誣告的損害賠償 妨害名譽的損害賠償 那當然就不要提案到其他的案子 其他案子包括 刑法上面的貪毒啊 詐欺啊等等的東西 好 來這整個起訴狀 民事起訴狀的第二個事實證據跟理由 是這樣講的 第一個 國內外均不存在被告蔡英文 1984年合格版本之博士論文 當時隸屬英國倫敦大學的 英國LSE本部圖書館 高等法律研究院 IALS 及總院圖書館 Sanning House Library均無細徵論文 這是事實 進一步說明 經查教授林環牆所公開提出的 獨立調查報告 政務一 曾就細徵博士論文存在LSE 是否做獨立調查 正式以E-mail詢問LSE的圖書館 LSE研究支援服務處的圖書館助理 RO女士 在6月4號以電郵回覆 政務二 由政務二回函內容可以知道 早期隸屬倫敦大學的LSE所有博士學位 都是在倫敦大學的頭銜下頒發的 而博士論文第一 須先送繳倫敦大學的總院圖書館 Sanning House Library 並且另一份相同的論文也須依法 送到倫敦大學的高等法律研究院圖書館 ILS 但經圖書館的館員RO女士查詢 除了LSE圖書館本身沒有之外 上述兩個圖書館也完全沒有 細徵論文的存在 為求慎重 林環牆教授賦予收受證物二 回函同日再以電郵詢問三個圖書館 都找不到細徵論文的原因 LSE的圖書館員RO女士選於6月6日 以電郵回函是證物三 表示她沒有辦法進一步說明 但就細徵論文再次於上開三個圖書館 做徹底的搜尋 大家還記得電郵中有一句話說 Extensive searches 就是她說過 她說因為知道蔡同學要選總統 所以她們特別謹慎的Extensive searches 就是上窮必落下黃泉的找啦 但是都找不到那本細徵論文 據此客觀證據可證 LSE圖書館從來就沒有收藏過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SHL就是Senehouse Library 也顯然未收到過細徵的博士論文 而高等法律研究院圖書館也不存在 這本論文 此乃不爭之客觀事實 這是事實 我們講的是 不是現在存在2019那本黑皮書 因為我們要證明1983或1984年的學位是存在的 所以細徵的論文一定是在學位之前嘛 你不可能說我先拿到學位我才去寫論文 所以細徵論文是指1983或1984 要看被告蔡同學 她在法庭上怎麼主張她到底哪一天畢業 因為她到底哪一天畢業講法七八種 好 先要問蔡同學你哪一天畢業的你告訴我 好 那我們現在細徵的論文指的就是 你畢業那天以前寫完的論文 才是論文喔 2019 this is a book 2019的論文不能夠讓你取得1984的學位 這個很清楚嘛 好 那麼她說這些東西不存在 是不容爭議的客觀事實 好 在這邊呢 可能還要再追加一個證物 好 就是我在英國的 City House Library跟AALS 我跟這個圖書館員 資深圖書館員的訪問 問她說 有沒有可能是不見 會不會可能是missing 就像蔡同學講的 不知何故遺失了我的論文 那我就問說有沒有可能是missing 結果那個館員說什麼還記得嗎 我會變成列城證物會有逐字稿 她說如果是missing的話 圖書館的記錄上面 一定會登載missing 好 那當然蔡同學現在千辛萬苦的 想辦法去改資料 你看她現在去已經把大英圖書館 ethers 或者是 LSE 都加入她這本論文了 好 但是問題出在 沒有改啊 還是2019年creation day 還是一樣 This is personal copy 師同學 師呼嚨為什麼不見了 你們知道嗎 我據說 有人傳消息給我說 她現在好好的 她現在正在積極地做 檯面下的動作 所以被她的老闆要求 她不要再對外發聲 因為她現在正在做一些 檯面下的相關的動作 企圖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沒有關係 因為妳做了之後 就會有before after 兩個一對照就會知道 圖書館資料以前是這樣 現在變這樣 以前有這個 現在變這個 這個過程搬動的過程 都是將來湮滅證據的最好的物證 好 那麼 然後 再接下來 這個告訴狀上面說 至於LSE今日閱覽事 所展示被告論文的影印本 事後在今年6月28號才以傳真方式 補證送過去的 並非1984年合格的戲證論文 自否認其真正 好 這個部分 總統府也曾經親口說過嗎 傳真 影印傳真過去的 我想這個部分一查就知道 好 再來 起訴狀說 就此 被告一於本年9月23號 總統府記者會公開肯認之前 倫敦大學所屬圖書館裡 無戲中論文存在之事實 就是 蔡同學 在9月23號記者會也公開肯認了 倫敦大學所屬圖書館裡面 沒有論文的這個事實 違警辯稱 36年後發尋論文指本遺事的責任 不在學生及被告身上云云 意思就是說 蔡同學說 那儀是不是我的責任啊 好 問題在於 你說你有畢業嘛 那你說你有學位就有論文 那你要舉證啊 你要舉證你有學位 你要舉證你有論文啊 你怎麼把這個責任推到 這個不相關的學校身上呢 送貨員送到你家 你卻不在家怎麼辦呢 有了置物櫃就沒問題啦 按下螢幕的送貨按鈕 會跳出社區的地址與樓層 選擇其相對應者 並選擇貨屏尺寸 第一時間會聯繫住戶手機 這時住戶在外面無法收貨 住戶在遠端看到送貨員抵達 並確認身份後 便能透過系統直接與送貨員對話 確定開櫃 並透過監視器看到貨物放入櫃內 來給你一張收據 謝謝 在你的手機裡 APP系統會產生一個取物QR Code 要收件就按下開櫃按鈕 掃描QR Code就可以取貨了 有了置物櫃安全又方便 頂時雲端置物櫃 我們也結合了油柴掛號信 及訪客來訪的門禁遠端系統 歡迎來電頂時雲端詢問 請回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集完 大家… 好 再来 我们来看看 国内各公司立机构及学校图书馆 亦均无细争论文 包含被告曾任职的学校 這個就扯了 對吧 經查國內包含 這個被告所做出任職的國立大學 政治大學後轉任的東吳大學 均查無矽徵論文存在於各該學校圖書館 甚至連教育部亦未有矽徵論文 甚至連審查被告升任副教授後 退回矽徵論文前 為存檔所拍攝之矽徵論文封面照片亦不存在 除此之外 全台灣各公私立機構及大專院校 亦至今未發現矽徵論文存在 據此足證矽徵論文不存在 好 再來 就此被告亦不否認 全國台灣各公私立機構及大專院校 均未有矽徵論文存在之事實 這個告訴狀寫得客氣了 基本上應該寫說 在2019年6月28號之前 全世界 全宇宙 包括了宇宙大爆炸前 宇宙大爆炸後的火星 土星 木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通通都不存在 蔡同學的1983 1984年的論文 這個論文第一次被拼湊出來 是在2019年的6月28號 就這麼簡單 也不要那麼斯文說什麼 國內公私立大學都沒有 在銀河系中都未曾出現過 好 再來 第二個 原告彭文正親自至英國LSE高等IALS跟SHL Sandy House Library查證 均無矽徵論文存在之證據 好 那麼被告指導之碩士生學位論文 從1983年開始 超過54個碩士均無人在內文中引誘 在參考書目列舉過 細徵論文 所以那些Liar Infants什麼台教會去消遣陳學生 你根本就是張飛打月飛 如果你們是路人甲我就不嘲笑你們 你們是教授 你們幫幫忙 陳學生引用的是他政大法學評論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政大法學評論不存在啊 政大法學評論上面的蔡同學論文 我們從來沒有說他不存在 只有說過他 可能還不是博士就說自己是博士 還沒有是副教授就說自己是副教授 吹牛偽造文書 我們並沒有說他的政大法學評論不存在啊 而陳學生引用的是 蔡同學在政大法學評論上面的文章 沒有人可能引用蔡同學的論文 連他的指導學生在19831984當年都沒有引用他 那後面人怎麼可以引用 一個指導過的學生 所有54個人都沒有人引用過老師的論文 讀過書的寫過論文的人知道 這可能嗎 寫論文第一件拍馬屁先去把老師的著作先看清楚 你要這個老師指導你 他的著作你不把先看清楚 那他下次問你你要往哪裡躲 而且寫過論文都知道 有邊沒邊一定要扯上邊 老師的論文多少要贏兩句 給老師一點面子吧 對不對 不然的話別人會說 那你找這個老師跟你不相干啊 他這畢生的研究當中沒有半句話可以讓你相信 沒有半句話可以讓你作為你的學識累積的基礎 證明什麼 要嘛你這個老師跟你不相關 你老師念電機你念新聞 要嘛就是你的老師在這個法律的領域當中 他根本毫無創建 沒有一句話值得被引用 不管是前者後者 你既打臉的老師你也打臉的你自己嘛 你找了一個老師莫名其妙 這54個學生就證明了 蔡英文跟這54個學生中間的師生關係是莫名其妙 因為這54個學生沒有一個人 從1983到現在沒有一個人引用過蔡同學的論文 好我要講的是如果真的有一個人引用了蔡同學的論文 我還真的要小心她是不是姑娘妙跑出來的 因為19831984這本論文在語證銀河系中是不存在的 你不存在你怎麼引用嘛 所以沒有人引用是正常的 好告訴狀的最後一段 被告自己私後投稿升等的文章竟然也未曾引用 列舉過細徵論文 自己 蔡同學 你這一生寫的文章很少啦 看起來真的是 以你的這一生的這個學術生涯來講 你真的你的論文是貧瘠的可憐啦 好 然後也沒看懂你寫什麼一本像樣的書啦 或者是教科書啦 最簡單的教科書 通常一般來講大家覺得比較沒學問的 教科書也沒有專書也沒有 那你在幹什麼啦 好這都放旁邊不講 你連你自己的文章 都不曾引用過你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 證明什麼 學界的人都聽得懂啦 證明你在博士的這段期間研究的東西 毫無心得 毫不值得參考 不然所有人在他的這一生的論文當中 都會不斷地去引述當年他在校園裡面做的一些研究跟發現 所以你做的事情是 完全違反學術界的常理 不要講常理啦 連一點基本的ABC都沒有辦法符合 所以台灣教授協會 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 全世界全星球的宇宙教師協會 你們自己摸著你們的良心吧 這本論文是存在的嗎 所以 這整個案情的最後就回到了蔡同學自己講過的一句話 有學位就一定有論文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論文是學位的必要條件 必要條件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就不會有那個結果 總結就是 沒有論文就不會有博士學位 這整個案子 法官你根本就不用勞神了啦 直接就判了 這麼簡單的事實就呈現在眼前 好 警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公見 政務一 教授林環牆獨立調查報告 蔡英文博士論文與證書的真偉一份 二 教授林環牆電郵詢問韓籍LSE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理RO女士 在6月4號電郵回函各移植 政務三 LSE的RO女士在6月6號電郵回函移植 政務四 本年9月23號總統府記者會論文公開說明黨結本移植 X6號電郵出了 X7 勢兰род 人命 充分 反省自己 為過去詐欺的36年 向國人道歉 竟然建小登修基 去告了林環牆 賀德芬跟彭文正 而且告了以後 如果是個漢子 是個女士 直求對決 讓大家在法庭上面公平的攻防 你竟然將所有的證物給封存了 這就是說 我告你 但是讓你一點東西都拿不到 來證明你的清白 因為所有的證物都在你手裡 都在你管控的機關手裡 你竟然用這種訴訟手段 這證明了你這個人 既不光明又不磊落 又愛告人 所以 不可告人 才要告人 那抱歉 你既然告了我 我就一定還你 我就告你誣告 除了誣告之後 我們這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大家應該還記得嗎 我們剛才講過 除了誣告之外 你還有一連串的東西 等著被告 來 工人員服務法 學位授予法 偽造文書 貪讀 詐欺 選罷法 誣告 圖利 當你的論文 你的證書不存在的時候 這一切全部成立 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盡公關手段 我知道你現在還在用公關手段 目前還一直在改 一直在滲透英國的高層要改你的紀錄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舊檔案已經出來了 你要改這些紀錄 一筆照之下 就會知道誰在搬動證據 除非你有辦法在英國找到漁文 除非你有辦法付錢買到一個人 這個人要足夠高層 願意承認他當年犯下錯誤 他當年收了你的論文 結果基於某種原因 掉在泰晤石河裡面 所以他既沒有拿到這個 LSE Library 也沒有拿到 IALS 也沒有拿到 Sunnyhouse Library 就整個掉在這個Thames River 裡面 因為呢 這個 一時這個屍腳滑了一跤 被大笨中掉下來的石頭砸到 所以手一鬆掉 整個論文掉到Thames River 裡面去 沒人拿到 他站出來承認他的錯誤 可能吧 他沒有拿到 那你呢 請問那政大呢 請問教育部呢 這一切的人都怎麼了 所以蔡同學 It's too late 你來不及掩飾你的罪行啦 這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你告了我三個月 我回個手可以吧 接下來呢 會回手的還很多 你等著瞧吧 好 各位同學 還是要心平氣和 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因為人的怒氣 不能成就神的義 我做這一些 或者各位同學 我們在電腦面前 相挺的各位同學 我們做了這一些 不是為了要 成就個人的什麼事情 一個人當被告是 當然是 是一件極不光榮的事情 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開心的不是嗎 但是為了真理 而被告 甚至殉道 都是一個值得光榮的事情嘛 為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天國八福嘛 好 所以呢 各位同學 我們繼續堅持 好 我相信 我們繼續行公義好憐憫 但是要記得要存謙卑的心 而且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因為 人的怒氣 不能成就神的義 讓這件事情交給上帝 但交給上帝的同時 在我們的人間 我們要把它交給司法 我們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而且我們會窮其所有的力量 讓司法必須公正 等到開庭的時候 我會通知各位同學 如果各位願意去觀賞 或者親自參與 觀察一個台灣民主重要的時刻 歡迎參與 好 那麼 晚安 大家可以把 今天這個重要的時刻 今天的這個重要的時刻是12月4號 當然一個案子 刑事已經提告 民事榮厚補撞 所以這兩個案子 我們就抓一個中間點吧 12月4號 把它當成是一個 我們對抗強權的一個光榮的日子 彼此互免 在你的刑事例上 記下201912月4號這一天 我們的光榮的 去征戰巨人 大衛跟哥利亞的故事 我相信很快的 會在我們的人世間 得到公道 晚安 祝大家平安 成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